康熙最想传位之人,被康熙严苛对待,后半生却遭圈禁。 时至干蒙时期,他才恢复自由,而康熙决定继承人时,曾有过雍正篡改诏书,康熙其实想把皇位传给十四阿哥印珍的说法,这究竟是怎么会? 印珍出生于康熙二十七年,生母得非无雅是,印珍自小聪慧过人,为人率直,与他的诸位兄弟都感情很好,康熙十分喜欢自己的这个儿子。 从小便让他跟随自己在外出巡,在平日生活中也多有宠爱,而印珍在面对皇室继承人这个问题时,却表现得有些不开窍,他不像他的亲哥哥,四阿哥印珍,韬光养晦,做山官虎斗,因为印珍很欣赏为人谦和的八阿哥印四,他直言不会像康熙表示,八阿哥素有雄才,可作为一国储君, 而八阿哥出生低下,其实一早就被康熙放弃立为太子,但印珍的话却与朝中一个前朝臣子不谋而合,康熙立即认为,八阿哥印四结党零私,同时也对印珍产生了怀疑。 后来,康熙怒事,印四勾结朝中官员,意图不轨,印珍立即向康熙求情,说以自己性命担保,八阿哥印四绝无此心,康熙文言更怒,就要当场赐死印珍,幸好各位皇子求情,才改成了丈则二世。 过了一段时间,康熙想明白事情耻默,对印珍如此重情重义的行为颇为欣赏,在之后,准把二部首领侵犯清朝将遇西荡,康熙封印珍为大将军王,率领大军平乱。 此举在旁人眼里是对印珍的考验,意图将皇位传给印珍,而印珍也不负众望,统领大军一路平息叛乱,威名远震,然而就在印珍即将班师回朝之时,康熙突然病逝,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康熙将皇位传给了四阿哥印珍,史称雍正,这件事在历史上疑云重重,有诸多疑点。 而印珍依靠宫中龙可多,和将领,年耕尧等迅速稳定了局势,而印珍回到朝中,立即被自己的亲生咯咯软禁,下半生几乎被圈进,直到干农元年才恢复自由,此时印珍已然年迈苍老,康熙当初究竟想传,位于谁自然也就不重要了。 政治斗争中并无亲行可言,对此你有什么看法,欢迎到评论区留言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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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并费了居然年贵的充足。 感谢观看